好 我希望一個禮拜之後 我每一個音階可以彈到140的速度 接受自己的錯誤 唉唷 哇 喜歡吵吹我 嗨 嗨 我發現了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是江老師 我是江老師 今天這個計畫有點特別就是 江老師先自首 我已經很久沒有練接了 對不起大家 我知道音階對於彈鋼琴的人來講 幾乎是一輩子都必須要持續練習的一個功課 為什麼音階這麼重要呢 就是因為其實非常多的鋼琴曲子裡面的音型 都是由音階去變化而來的 而且在你練習音階的同時 可以訓練到很多手指的靈活度 平均度 反應 還有手指的獨立性 我今天這個計畫就是想要連續一個星期 每天練習音階到底到最後會有什麼 驚人的變化嗎 好 首先呢要練習音階 開始我就會先做一個音階表格 因為24個大小調呢 你有時候這樣練習過後 你也忘了自己哪一些調今天有練到 哪些調今天沒有練到 或是哪些調彈得已經夠好 不用一直練 哪些調彈得非常爛 可是你卻忘了練到它 於是我覺得做一個音階表格巨細迷的 把音階 終止式 排音 全部都記錄下來 今天我到底哪一些彈得不錯 哪一些彈得很爛 我第二天就可以從那些 我覺得很爛的地方先開始練習 音階表格 START 好 我希望一個禮拜之後 我每一個音階可以彈到140的速度 140的速度 而且是非常清楚的 也許對很多人來講都不是超級快 但是我覺得這第一個禮拜的復健之路 可能比較辛苦一點 爆爛 排音打擦 然後A小調 聽起來很荒謬耶 我覺得 我很丟臉 我覺得 我覺得對於那些每天練習的學生來講 你們看我這樣一定會超級滑的 對 要數你 沒有戀情 就是會有這種下場 我們要能夠 很明白自己 然後要能夠 接受自己的錯誤 自己確定要爆發了 立即的改正 就會有進步的問題 Fu 拉ätze好爛 有差 我覺得彈得最爛的 我覺得最困難的是 降壁大調 降壁小調 還有生做 這幾個調是我連音階都非常有困難 不是是爬音 今天先練到箱子 因為我還有工作要進行 我覺得好可怕 不可能140 然後目前我會記下來 就這幾個調 我差不多能夠彈節拍器 120的速度 然後不要錯 這樣今天就先練到 這裡 我覺得這個挑戰感覺很不妙 我覺得成功度非常小 可能我晚一點再找時間練琴好了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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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第二天 今天是晚上 今天出去忙了一整天 所以回到家很累 我覺得啊 這種企劃真的是給我自己一個很大的功課 你知道嗎 只有有時候就是要Bumble在各個地方 然後要湊一個時間出來 給自己練習跟樂器 其實是蠻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完全靠的就是意志裡 用110的速度 但是還不行 一剛開始練習 你先不要用太快的速度 不然的話 有了年紀以後呢 熱手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沒有做一個很好的熱手 跟拉筋就直接練琴的話 你那天練琴的狀況 不但會不太好 反而會增加你很大很大的疲勞 我覺得很奇怪 我的左手的爬音的第三個巴圖 都幾乎都一定會錯贏 超怪的 現在是第三天的戀琴時間 然後是個早上 我剛喜歡吞吞吞吞吞 可以在等吹頭髮的時候 放進來喔 好好的 背一下一件 背一下一下 然後頭髮就會乾了 你要說嗨嗎 嗨 嗨 嗨 我太想想好不好 要不要抱妳一下 我來抱妳唱嗎 好好好 SMO 媽媽彈的時候啊 你不就媽媽覺得這個 有沒有彈好 如果好的話就可以下一個 好不好 好 幫妳就當我的小老師囉 你覺得好嗎 就是有一些地方 跟這個沒有 跟這個沒有 天啊 我兒子都發現了 你怎麼發現的 我就聽到有兩個聲音 一個是你在彈鋼琴 然後一個是 這樣 然後就慢 完全被發現 我有些地方就是彈得比節拍器快了一點對不對 就沒有對好 所以這個不OK對不對 拜拜 爬上去這樣 音階 然後呢這個叫 有一個叫中指式 中指式 然後爬音就是 還可以啊 還可以 今天已經是第四天 所以我要做的事情是在做最後的check 我這上面呢 後來練習都有加上了一些 就是我每天練到的是解拍器多少的速度 我可以看到這上面 哪一些已經練到130 哪一些還沒練到130 那我想說今天先從130開始 雖然我最後目標是140 是 我覺得一大早起來啊 要彈音階 熱手還是需要熱得夠 不然就是雞肉 而且 三個四個望著天 跟星星一顆兩個三個四個兩針線